听说孔子就是吃了这道菜才发明了 煎制 煎制为什么是鱼和羊组成的 今天我用这道连藕 乖鱼干包羊肉告诉你答案 大家好 我是潮菜厨师 沈映州 鲜味十足又滋补 这一口下去满满的胶原蛋白 我们这一步 我们先来处理乖鱼 乖鱼表面的刺就比较脏 我们要先把它刺这些东西先烧掉 烧到它起 这种黑椒黑椒这种 等一下更能够体现这个菜的鲜味 这个我们烧制好的 我们现在要拿去浸泡 刚刚我们已经浸泡 洗干净切好了 然后我们现在要来下一步 就是把这瓜鱼要先炸一下 炸香炸干 等一下烧制起来就更香 汤吃的就更浓 现在差不多 这瓜鱼炸好了 我们现在下一步 爆炒羊肉直接来爆香 加点蓝浆花雕酒 好了我们现在爆好了 家里没有那个汤的话 我们就直接也是用清水也就可以了 今天有汤我们就加点汤 然后把瓜鱼和莲藕一起下去包 小朋友你还是太年轻了 白萝卜你们都吃腻了 我现在把它改良放莲藕 让大家试试 因为我这道菜它是属于那种清闷型的 所以我这里面放了一点 五指毛桃还有一点点蛋龟 放了这些呢主要还是为这道菜提前 我们家里做的就放一点点盐 一点点糖 然后呢慢火包个40分钟 好我们这道菜已经包个40分钟了 最后我们家里算 现在可以收汁起锅 你看这个羊肉肥而不腻 稍微不柴 这个汤也是鲜到极致 加多点汤汁下去 我们就可以打火锅 煎汤打底抓什么菜都可以 来来来来 太多了吗? 感觉怎么样 好不好吃 好香很鲜 果然很鲜 好香好香